9月初三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党的十九大代表热烈讨论习近平同志所做的报告 认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特点 努力实现更平衡 更充分的发展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九大新闻中心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和集体采访 介绍保障改善民生 农业科技创新有关情况 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 热议迈进新时代的发展大计 国际媒体关注中共十九大报告 关注中国发展蓝图 期待分享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一些外国政党政要和组织致电致寒 热烈祝贺中共十九大召开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大约需要38分钟